特别是广西玉林的朋友 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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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ly 今天来澄清一下关于我们的一些谣言 真的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我们已经回到广西玉林半个月了 结果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些网友 跑到我视频下方评论 而且是一些阴阳怪气的评论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们全程都得做核酸 都是因为你们带来的 所以导致我们做核酸 另外还有两部分的一些评论 那就是 哎呀 你们是不是从新疆回来 阳了 澄清一下呀 然后第三部分的就是 这两天都不活跃了 不回复评论 不吭声 你们肯定有问题 当时看到这些评论 其实我是一脸懵逼的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理智的一些网友 去私信我 问我 Lily 玉林这两天 部分城区的人都得去做核酸 有点人心惶惶的 你们澄清一下呀 之前有一些网友去 联想到你们身上了 觉得是你们从新疆带回来了病毒 导致了做核酸 我当时真的是 没话说了 没话说了 这个啊 等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我就更加无语 更加 真的是有点 恼火 甚至有点恼火啊 我不延似我的情绪 真的是有点恼火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们广西玉林从昨天开始 城区的某部分地区是需要 集中起来都去做核酸 然后也有一些店铺 它是 现在先是要关闭 然后等这个核酸排查完之后 才可以开业嘛 当时呢 就有点人心惶惶 这时候就开始有人造谣了啊 就说 哎呦 新疆女 然后回来 然后来到了广西玉林 然后结果当时有那么一个人 阳了阳性 所以呢 当时就导致了这么多人 需要去做核酸 那么这个人 这些人造谣了之后呢 就导致有一些网友 也不动脑子思考 直接就联想到了我们身上 因为我姐姐从新疆 自驾游回到广西 相对来说 可能给大家有一点热度高的一个 印象 然后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呢 就套用到我们身上了 新疆 女 广西玉林 天哪 那不套到我们身上了嘛 结果就导致当时有一些网友 就真的跑过来喷我 喷我 跑到我视频下方评论喷我 然后说 是不是你们啊 阳性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我真的是无语了 接下来我必须澄清一下 首先 针对于广西 特别是广西玉林的朋友 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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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导致 玉林的那些个朋友需要去做核酸了 这完全不关我们的事情好不好 然后第二 我立马给大家贴出图啊 我们昨天就去做了个核酸 然后我和姐姐都做了 给大家贴出图 我们做的核酸是阴性 我们没有羊 没有羊 没有羊 好吧 第三呢 我们从新疆回广西 我们是自驾回来的 在这其中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八月下旬从新疆离开 然后十月初才回到了广西 花了将近两个月 那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我们来到了四川绵羊 还隔离了七天 在这之后还多次做核酸 所以呢 那些所谓的谣言 关于你们从新疆带回来病毒 这类型的谣言 不是真的 朋友们 不是真的 真的是有点气到我了 我们在这中间经历了将近两个月 然后回到了广西御林了之后 我们还做了核酸检测 也是阴性的 之后六号又做了一次核酸 好吧 我们是十月二号回来 就已经回到了广西御林 在这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出过门 甚至出外面城区 或者说 在我们村里面有吃 吃那个宴席的机会 我们也没有去参加 好吃的 我那么那边去 你还想说点啥呢 城区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去过了 真的 在疫情期间 口罩问题频发 这个时期 希望大家真的是 第一要防护好 然后照顾好自己 第二真的是 不要传传播谣言 也不要相信所谓的谣言 一切以官方的公告为主 官方的公告都没说 你们就这样说了 然后脑子也不动一动 然后就信了 然后还跑去喷别人 这样不太好吧 对吧 嗯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跟大家澄清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